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後來我想去念MBA的學校 我去了倫敦商學念書 然後後來在2007年的時候 我加入雷曼兄弟倫敦 雷曼兄弟就是2008年 就是倒閉的那一間 所以基本上其實我在雷曼兄弟 待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後來我們被併入植村證券 也成為亞洲最大的 應該是亞洲的投資銀行 我們那個時候做了很多 蠻有意思的地方 其實做的大概都是你們在電影上會看到的那些 就是我們投資利用槓桿 把公司分拆 好的留下來 壞的賣掉 好的 然後在借客上市等等之類的一些 我們做的我們所謂的叫做戰略性的槓桿融資併購 那其實這些都需要有很多方面的研究跟策略的一些配套 所以一筆地友通常我們會執行大概差不多一年半到一年的時間 所以說我通常在那段期間內大概大宋華區這樣一個月大概非四天左右 所以anyway 後來我就回到台灣 借賣兄弟倒掉 這個生意做不成之後 回來台灣我們就來搞創投 以為台灣創投很好搞 其實並不好好搞 我覺得台灣現在創投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們舉出來一些中生蛋很成功的創業家 你們能告訴我 在台灣是台灣人 他的公司市值超過一億美金 年齡在四十歲左右 你能不能告訴我 其實科技不少 不少 張先生超過四十歲 沒有 對不對 你在台灣最知道 台灣今年2015年 那個行政院有頒發一個 台灣2015年新創企業獎 第一名是誰你知道嗎 台積電 OK 所以這就是台灣創業跟創投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會發現 就跟馬雲講的一樣 喊創新的都是六十幾歲老頭 但是 我想創業這個事情其實跟新進有相關 其實 你越年輕 你對於創業的期許 事實上是越高 你要的事實上是非常多的東西 當然你有例外 比如說我馬創辦是在四十歲的時候才創我馬 那 當 老前輩們想創新的時候 他們想的是一個快速退出 快速退出 他們就想一個整合的策略 所以事實上 我們跟鴻海啊 我們跟 其他人談一些 potential的創業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 他們對於所謂新創 以及所謂的種子階段的project 都做莫不多 他們比較在乎的是 我能不能投進一個產業 能夠核化我企業的資產 能夠在 這個產業在我企業的資產 庇護之下 能夠在三年之內 產生出健康的現金流 所以 我一直以為 這是台灣創業的一個 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企業大老闆都認為說 我企業這麼成功了 你投資怎麼可能比我厲害 所以說 台灣的年輕人 像各位 一畢業的時候 就想說 我最好能進台積電 我最好能進 HTC 現在不行 那能進哪 大家都想要進到 所謂的幸福企業去上班 可是 也不然台灣這些大幸福企業 現在除了台積電 還是一個唯一的指標之外 其實大部分幸福企業 都面臨到一個轉型的問題 那我覺得是台灣產業的一個悲哀 所以其實 我們跟正華姐 在合作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保持一個理念 我們希望從根扎起 希望說 跟大家分享一些 真正發生的一些 創業的心目旅程 然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些 就是說 我們過去看到一些案例 然後我們想跟各位 分享一些經驗說 要怎麼樣才能 成為一個 Qualify 而且成功的創業家 所以說 來上我的課 以後如果大家參加VT的話 來上我的課 你會發現上我的課 跟別人怕的一樣 我比較喜歡問問題 所以 你們有些人在打電動啊 或是電影的人就 就先關掉 因為我會架人起來 看過周金慈的電影嗎 如果沒有夢想 跟閒語有什麼兩樣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 創業是一個 熱忱 人家說創業是 我是不是要想很多才創業 創業其實不是 創業其實事實上 是一個熱忱 你心裡面有個信念 你覺得有個東西 事實上你想去解決的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創業家 都在不經意的狀況之下 成為一個很成功創業者 他沒有公式 沒有像你在外面去買的那些 什麼從0到1啊 什麼精實創業啊 什麼 創業是沒有公式的 我這必須告訴大家 創業絕對沒有公式 你今年絕對不會知道 明年有什麼要新創 事業主要是很成功 我記得我當兵那一年 開了第一間普世蛋塔店 我不知道年紀跟我差不多的 各位大家應該都 看過那一段事件 結果普世蛋塔店跟7-11一樣 每兩百公尺就一間 可是在一年之內 就消失殆盡 前面開普世蛋塔店 都賺很多錢 後面全部都死光了 現在大家也覺得 阿恩年輕人喜歡吃麻辣鍋 麻辣鍋也是啊 對不對 那 誰會預測說 麻辣鍋會剛好 符合現在的創業局勢 或者說像 一些新的 算什麼 LATIFE這種 EC的模式 沒辦法其實很多東西是沒來有的 那不能說他不是沒有軌跡可續 OK 但是 大家希望 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個信念 就是說 創業其實是沒有公式 沒有成功的公式 每一個opportunity 在對的timing 其實上都會成為你的機會 那取 你能不能抓這個距離 取決意 你有沒有準備好 我還是強調的是沒有公式 下一個 當中文他不會是做辦法 OK 那 既然沒有公式 LATIFE一起幹嘛 其實 我覺得說 還是一樣 我們希望傳承一些經驗給各位 就是說 我希望 來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我在過去投資的經驗上 其實我創過兩間公式 兩間公式都失敗了 其實失敗了滿讚的 但是 我會從一些失敗的經驗來跟各位分享 什麼東西可以做 什麼東西可以 不能做 但是 這些可做跟不能做 通常會選一個時間的遷移 不能做的會可以變成可做的 可以做可以變成不能做的 所以說你一定要 現在這個時代其實就是這樣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我剛畢業那個年代是沒有Internet 應該說Internet不是很普及的 現在Internet非常普及 你今天有個idea 你今天有個app的solution 你今天有一個新的一個ec的solution 你出來 你只要一紅 你只要一上網 你拿著隔天 說明中國大會就copy了 現在中國大會有80%的 business model 全部都是copy美國 既有成功的模式 他只把它轉成中文 OK 當然中國大會還有一些很新的一些創意的模式 但是我這邊鼓勵各位 就是你有些很crazy的想法 跟一些很ridical的想法 千萬不要放棄 然後不要被人家在心裡說 你這不會成功 然後這樣 通常不會成功 然後明天成功 就來笑他 好 那我們 在過去的經驗中 我們歸結出創業成功的五個大鑰匙 就是 第一個一定是你有idea 然後你有一個很棒的business model 然後你有一個很棒的團隊 然後 可能是今年 還是明年 你覺得 剛剛是切入這個產業的很好的機會 再來 你要有 很好的founding 那我想問一下各位 這是 這五個 你知道從現實 我們在矽谷訪問的 大概差不多130個 成功的創業機構 他們認為最重要是哪 你們可以回答我 他一張 舉手 舉手 好不好 舉手 蛤 Tim 有沒有其他的答案 model 為什麼 model 就是在店 超人 ok 還有沒有 Tim 團隊 團隊 團隊兩個人 taming ok 其實taming最重要 很現實的 taming非常重要 在下 在下 才是你的idea 最後才是你的bizmodel 跟founding 所以整個創業的流程裡面 錢是最不重要的 ok 所以說大家在起初創業的階段 可以把創投都丟到旁邊去 我們誰打電話給你都不要接 ok 你要先evaluate你自己 ok 你想做這件事情 在這個timing最不重要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知不知道頁岩油 你們知道頁岩油是什麼 舉手 來 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什麼叫頁岩油 ok precisely 頁岩油不像一般的油土 它是存在於堆積的頁岩層裡面 那頁岩油跟一般的油 最重要的問題是 一般的油是打垂直井 我只要打到一個很大的油槽的話 我就賺翻了 那其實基本上在沙烏地亞 在中央地亞 隨便打都有 ok 可是頁岩油很麻煩 頁岩的成分是一層一層一層的 它常常在一層的 這邊這一塊 這邊這一塊 所以說大家可以想像到 我今天開展頁岩油 我不能打垂直 我打垂直井 打好幾個 才會打到所謂的經濟價值 頁岩油一桶 一桶油 我從挖出來到這樣的 ok 我在講這樣 後來美國人就發現了一個很棒的技術 叫做水瓶磚炭 水瓶磚炭什麼意思 我頁岩油在這邊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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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個 我可能是要打十個井 才能打到我所謂的經濟規模 可是呢 我想像了一個 我發明了水瓶磚炭 我只要打一個井下 我橫著打 就把所有的油槽都全部都連同了 先發明了水瓶磚炭之後 我們就可以計算說 頁岩油的經濟價值有多少 算算一桶45塊美金左右 哇 那在去年跟前年的時候 我跟大家想看 油價在一百二十幾塊 頁岩油的多棒 頁岩油藏在哪裡 大部分是在中國大陸跟美國 所以美國說 OK Saudi Apple 我不進口油了 以後戰備油廚 過了之後 我就自己看了 所以有一部電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就是 麥特在蒙眼 很多的油商 他本身沒有錢 也沒有設備 我只有水瓶磚炭技術跟人 我跑去找 很多的 具有一人油的 含量比較高的這些農夫 我就說 我一個月付給你三萬塊美金 我要你這個地的開產權 然後呢 他去找 投資銀行的融資 然後買了機器馬 這樣油出來 我只要證明有油 我就賣給石油公司 光是這樣 三個月 他可以賺兩倍 扣除一下 所有成本 他賺兩倍 成本 大家記得 經濟成本 是45塊美金 一桶 OK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告訴我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石油一桶多少錢 事實上下 為什麼 OPEC增長 為什麼要增長 中間很多複雜的政治因素 為了要 經濟制裁輸二 為了要 把頁岩油的業者打死 結果當你一桶40塊美金上下之後 所有頁岩油都活不下去了 是不是 那timing這麼重要 那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2012年 一年那些投資大筆 在頁岩油開展上面的那些全部都寫本無歸 美國頁岩油的業者就一個一個倒 因為他槓桿實在太大 本身是沒有錢的 我是借錢來挖 這個就是timing的重要性 那因為 恰好我上一個創業的就是搞環保 所以 碰到這個問題就是說到時候大家一樣很多塑膠啊 我應該用更環保的環保塑膠啊等等之類 什麼PLA啊等等之類的 其實你會發現到最後 所謂 timing還不到 當我油價跌下來的時候 我所有塑膠製品都復活 因為實在是太便宜了 整個產業裡面都充滿了塑膠的產業 所以這時候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 我把回收做好就好 我塑膠的製品只要有99%以上的回收率 我根本不會有污染啊 那談什麼環保 那一些做那些回收材料 那些做環保材料全部都死光 timing很重要 你今天想出一個solution 符不符合現狀 或者你覺得這個solution 具有所謂的革命性的變革 那可是現在你要去評估市場 評估產業鏈的位置 你適不適合在這個時候出場 在這個時候出手 你在這個時候出手的話 你預計你的公司要蹲幾年 市場才會成熟 你的產品跟你的solution 才會對接到客戶 那你就要算說 你要少多少錢 ok timing非常重要 timing完團隊 很多團隊沒有耐心 家庭經濟有壓力 沒有辦法跟著大家一起燒 所以 很多團隊到最後就分封比西 所以團隊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接下來才是idea 接下來才是business model 我一直認為business model 是事後諸葛 很多大家想說 啊我有什麼a型 a business model b business model 都是等到人家企業之後 我們回過來去 研究這些business model 我們寫出來的公司 可是這公司並不能 我認為 並不能apply到任何的信心產業上面 ok 更何況我們現在在強調要創新的business model 你是copy人家的business model 你有什麼創新 對不對 所以其實 真正最後這兩個 最不重要 所以我建議各位 各位如果來想 你如果手上有些創業的idea 你有些想法 想想市場的態度 想想你有沒有夠 有魄力或夠 commitment的團隊來執行這件事 你的idea燒不燒了 ok 那我先統計出來 五大失敗元素也證明了 之前 第一個市場不存在 市場不存在 衍生的時候就會變到你的錢不夠 所以 我還是認為是錢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有一筆創業資金 是自己 就像上一期的BT的團隊 有個團隊做還不錯的東西 他現在手上有600萬 我建議他不要找錢 你把600萬先燒完 你看看你燒出什麼東西出來 如果你燒得出設立子出來 代表你會成功 如果你燒完 還是什麼都沒有 依著代表你團隊的執行力不夠 代表你的idea不夠燒了 被幹掉跟整本不對 那都是後面的事情 所以其實 我會覺得說 每次我們來談創業 談 business model 其實我覺得都不用談 我們先談 哪些事情你做的 但這是不對的事情 OK 尤其在現在這種 這種 資訊越來越對稱 資訊越來越豐富的 這個材料 我會覺得說 各位一定要知道說 你現在創造這個 你現在 無論你是想做製造業 無論你是想要做APP 無論你是想要做社群網站 或者是任何其他 Internet 物聯網 IoT等等 你要想想看 你在產業鏈上面是什麼角色 Timing對不對 如果你在產業裡面 只是一個小 一小咪的一環 你可能 對於你的工藝 你的材料工藝上 你還要求一個人 對你客戶還要求一個人 基本上你很快就被吃掉 而且Timing也不對 OK Timing的重點性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我想大家都看過 那個 你想要做Pioneer 還是想要做Conquer Pioneer和Conquer有兩種特性 你想要做這個產業最早的創新 你一定要想到一個 就是Revolutionary的idea之後 你才創業 還是你覺得說 OK 我差不多有一個大概30%的model 我慢慢做慢慢做 等到大家很多東西說 我出來一桶天下 其實這個也很重要 其實沒有所謂的 技術跟產業沒有所謂的絕對 尤其在現在整體 所有的東西都是 Application的延伸 所謂的Application延伸 不像說我們早期在1920年 1930年代 有人發現了高分子塑膠 有些人發現了 比如說像Apple 第一個發明了 所謂的觸控式螢幕的手機 你不是第一個 如果你不是第一個的話 你就要考慮到 怎麼樣去蠶食其他 你要當一個Conqueror 而不是當一個Pioneer 當然如果你的idea是Pioneer 你就非常祝福你 因為現在Pioneer越來越少 我們看過很多的案子 尤其是看過一些高分子跟財惡案子 幾乎都是衍生 那很多的 無論是MIT的lab 或者是我們跟一些大學的lab 我們在討論材料這一塊 我們通常說 都覺得 應該說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化合物 都已經被合成完了 我們沒有新的化合物出現 所以你今天告訴我 像我記得我在PT聽到一個案子 我是第五種材料 人家說 其實創投都會知道 那 既然你沒有一個 新很Revolution的一個idea 你就要在市場的策略上 想辦法去鞏固你的地位 你要怎麼樣去 conquer你的competence 怎麼樣駕到你的entry barrier 這就變得很重要 相對著你要憑你的timing Timing對你才有優勢 Timing不對你就不會有優勢 那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去聽過 Peter Thiel的演講 這本書有沒有人看過 從0到1 有沒有人看過 或是文章 Peter Thiel他認為說 創業的基因在 大致上是這樣 我的解讀 大致上是這樣 創業的基因 你的事業一開始就 推進你這個基因 你是所謂 你是conqueror還是pioneer 他比較推崇 就是說 你必須要做一個pioneer 必須要一個revolutionary 的一個idea 然後在市場 必須是一個monopoly 你的企業才有價值 基本上它是鼓勵大家這樣做 那我看這個圖 這個其實我愛的一部電影 它叫普羅米修斯 我本身是異形的愛好 那看過普羅米修斯之後 就知道異形是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個人看過 Anyway 你從進化圖上面來看 你一定要等到你的model 或是你的idea 從engineer到意思 確立的你才做 還是 你在中間的任何一階段 你只要做到就開始做 有什麼分別 這個 帶你進來 帥哥 如果到最後才出現的話 你可能 就已經完整形了 一半就失敗 到中間做的話 你可以隨時做 他講沒錯 他講沒錯 其實在創業的路程中 其實是一個不斷進化的過程 你當然你可以讀一把 我從一開始到最後 做完整以後 我再出手 但是你timing有可能會跑掉 還是回歸到timing沒問題 但是如果說 你不斷的出 新的 衍生物出現 說你在這個階段 你不走這一段 你走另外一段 這就是我們在創新 就是我在創業中 講到一個很重要 一個問題 創辦要懂 特別他公司的走向 如果說 你會發現你的idea 這個idea 我從小就一直 夢想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 我死都不認輸 你可能到最後 就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鼓勵各位 如果真的有創新 有想要創業的 你一定要open your mind 去接受各種不同的挑戰 並且在適當的時候 你必須要承認 你自己的錯誤 把你的公司倒下 所以我比較是贊成的說 在金石創業裡面 認為 你必須用不斷upgrade的產品 跟service 去測試市場的反應 因為現在的創業 不像以前一樣 我有一個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我就希望說 市場全部都沈浮在我的產品 跟我的service上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一定都是由 所有的客戶認為要什麼 我根據我的技術 來去match客戶要的是什麼 所以 引申出來很多的學派 像Stanford的Design School 我們講的user experience 其實user experience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在用手機的話 用一個app 我要怎麼去設計你的流程 讓你能夠更容易 能夠按下那個購買的按鍵 所以整個創業的過程 無論是你的產品 的service user experience 變得很重要的一環 它會去轉向你的產品導向 OK 那 Peter Thig有個談到說 我希望一個很大企業做起來 然後我不斷累積資本 不斷累積資本 由我這個累積的資本 然後不斷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這個就牽扯到就是說 大家在第一階段創業成功之後 開始面臨到企業擴張 木質的問題的時候 待會我們來討論這一塊 你要share多少人在跟他 還是你什麼東西要全部都留在自己做 全部都留在自己做 有一個好的 好的 結果就是你什麼都自己賺 但是 據我們 投資的企業來講說 我們認為說大部分 應該說絕大部分的 所有的創業家 他都不是權利 尤其現在的 經濟社會架構 已經越來越複雜 你會做business developer 你會做marketing的 你會做製造業的 完全是不同腦袋 這是為什麼我常常 像鴻海 他們一直想做service 可是都做不成 因為他們都是製造業的腦袋 我記得我上個月的時候 跟台灣最大一間鞋廠 他在台中 有一個五星級飯店 我跟他們董事長 聊了蠻多的 然後 蠻好笑的 他跟我講說 我們做製造業的 說實在就是製造業的腦袋 你看我們開這個酒店 在台中很有名很漂亮 可是你知道我們這個酒店 當年是在東莞開的 在東莞開的是 那時候當時是東莞最有名的飯店 可是當最有名的飯店 那時候東莞全部都是代工廠 東莞最有名的飯店開出來之後 其實平常會去住人蠻少的 所以 飯店總經理就是說 人既然少了 我的收入減少 那我乾脆把飯店的大廳的燈裡關掉 還省點電 那這個事情 如果你 跑到真正做飯店館 你會被罵死 飯店大廳的燈怎麼可以被關掉 所以 透透出其實大家在產業的結構上不同 你必須要 share你的power給不同的專長而已 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創業的時候 也必須要保持這種信念 你不是萬人的 你可能對你的技術 可能對你的service很有信心 可是 你還是要有一個很堅強的團隊 如果你真的market不行 就承認 找一個很會做market人 如果你覺得 自己的長相太醜 找一個漂亮的人來幫你撐門面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ok 我必須在財務上 我實在怎麼算都算不清楚 找一個財務的長才來幫你 share 就是delicate你的權利給你們 這個非常重要 那過去我們公司會投的案例裡面 我絕對不跟單一的CEO談 我一定把團隊全部叫起來一起談 CEO必須要知道所有的detail 但執行的計畫 每一個團隊的 頭都必須要以CEO給存存 所以已經 創業從以前 從郭台銘的單打獨鬥時代 已經變到一個團隊的作戰 所以我希望說 各位在創業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團隊 不要用你個人的意見去偏頗一些你對市場上的判斷 再來 運氣非常的重要 如果說你問我說創業成功的原因 我覺得運氣會占70% 不開玩笑 真的占70% 我們常常在投資者自己本身的一些小聚會裡面有講過 這個好的project到爛的人手上 都會玩到爛 爛的project到好的人手上 都會變得好 舉一個例子 其實你看 Apple手機的所有的最innovative的app 都是故事的科技 觸控早就以前Microsoft就提過 AppOS早就以前有人提過 他只會用一個branding的方式 實際上你覺得我把這張夾也是一個很premium的消費產品 所以Google 應該說Apple講來聽一點 他是一個很放的一個branding的market公司 當然RD也不在話下 那這些客觀條件要成熟 其實最重要就是運氣推你一把 所以 不要相信坊間的那些書 告訴你說什麼 成功創業一定有公式 某些business model 我今天做認識 我一定要follow誰的business model 其實我建議各位不要 大家可以去熟讀去瞭解 但是 我希望你能夠創造自己的business model出門 傳統的創辦 尤其是台灣創辦 都是技術出身的 我還沒有看過一個marketing出身的 就是他本身都沒有技術 marketing超會做 我什麼都能賣 我還沒有看過 我公司百分之99.9 接到的proposal 都是我本身有個技術 像那個搭格林 就是做IT出來的 我還沒有接到一個非常會做marketing 出來跟我pitch一個proposal 其實我非常期待 那 你怎麼樣把一個好的產品 介紹給客戶 其實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 因為現在客戶的 現在大家選擇非常多 我都選擇一杯小搖杯的飲料 大概一百杯的飲料 你今天要喝趁水糖 明天要喝茶湯會 後天要喝清雨等等 其實你會發現今天都差不了多少 可是手機也是一樣 有什麼小米 Apple Samsung HTC Innovo 可是為什麼 就是Apple手機賣得特別好 那他們的產品特別好 Apple手機效能特別好 有沒有覺得不同意的 不同意嗎 不同意嗎 對 那不好 為什麼還要用 User Experience 最重要的就是marketing 007電影 都是千年一遇 都是這樣 就是英雄救美 那為什麼你還要花錢去看 為什麼 Marketing 你怎麼樣把 產品的價值 核心價值 準確的connect到 使用者跟你的客戶身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學問 而且越來越重要 因為未來強勢的產品 越來越少了 強勢的service 越來越少 你以為你今天出了一個很棒的App 隔天就不會有 未來一年這個App 就能 就是市場上九年家 不可能 對不對 最近常看到那個 Clash of Clients I don't know what 在玩 部落衝突的那個App廣告 我一年前就在玩 可是你知道這一年來 我看過所有 因為我專門喜歡玩這種遊戲 大概16個 都賣得很好的 都是類似的 都是類似 都是類似 Clash of Clients 已經在台灣變成中文化 waarom 都在那邊 並且在那邊打工 他已經 其實已經不是國外版 到地獄的遊戲 他在 擷取他 最後的聖余價值 就是中文市場 一樣 那個Blesson跟Activism 大家如果在玩電動 Diablo跟那個World of Warcraft 現在跟Activism合作 為什麼 Activism出了好幾款遊戲都很棒 Activism只能出這種 這叫0真RPG的遊戲 其實事實上已經有點衝突末路了 那到了最後 你要怎麼樣去communicate 你的遊戲或你的產品 跟客戶是不是你客戶 越來越監測難懂的一門學問 那具有新的學派 所以這個Use Experience 或UI Design 等等之類的這個文書 所以其實在未來創業的 你的團隊的拼圖中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這一塊 如果你本身創辦人 可能是這樣技術背景 像那個大哥您 您可能對於 您是做介紹一下這位大哥 他是做旅遊平台 你平常現在很多阿 Airbnb阿 Xpedia 然後 反正很多 大家做的東西一模一樣 可是為什麼有些人特別喜歡用 Airbnb就 用一個特別的招式 我用特聘的攝影機去你家拍 拍每一家的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那我APP出來都是很漂亮的照片 讓你有那個incentive去按下去收據旅社 但是讓你去不一定是這個 可能它馬桶是不同的馬桶 所以這是一找 所以我們撇開不實的宣傳來講 怎麼樣去connect你的產品跟你的客戶 其實是變成在你的創業版本 變成最重要的 因為你的產品可能在明年就被淘汰 你可能要想第二部的產品 講第三部的產品 你產品不斷的研發 或你的service在不斷研發的過程中 你的客戶connection居然沒有做完 你會發現這樣的東西 因為競爭是越來越激烈 所以這一塊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呢總規呢 我跟各位總規三個 我認為比較重要的一些創業的心法 第一個 你在創業的過程中 你的團隊的執行力雖然很重要 但是你的timing更重要 好好判斷你的timing 如果今年或是說明年 你覺得你的idea很棒 可是你評斷一下市場 評斷一下市值利益 好像不太適合在現在做創業 拜託你先去找一些工作 不要那麼辛苦 我跟其他的創投不一樣 我不會一直鼓勵大家出來創業 但是如果timing不對 不要浪費你的答案 因為創業的時候 除了創投錢賺 最重要是自己的錢 我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資源 timing非常重要 不要一昧為了創業而創業 如果你是家裡很有錢 那沒話講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只是有熱誠有理想 選擇好的timing 跟選擇對的時間 那你需要多做的一些東西 就是多做一些市場分析 多做一些產業分析 了解外面人在做什麼 通常創業者都會一直埋頭在自己的理想 跟自己的小世界裡面 不知道外面人在做什麼 所以我希望你能放開心用去看 外面人在做什麼 第二 承認你自己不足的地方 你真的不會marketing 真的不會財務 拜託你去找 志同道合 懂這兩塊的人 一起來加入 這片蠻好看的 我蠻喜歡看的 再來 你現在覺得一些創業的想法 在現在來講說是很無奇很遙不可及 但是錯 有可能在過一兩年之後你的想法會變得很薄 誰知道Elon Musk會去投資SpaceX 誰知道Bezos會去投資那個可回收的火箭 在他們去投資那個年代沒有人覺得他們做得到 Elon Musk在做Tesla的時候他曾經命兩次破產 其中有一次就是他發射火箭失敗了 他錢不夠用 你以為他很有錢 他其實沒有人有錢 他現在槓桿跟結局 他靠不斷的融資來支持他的理想 他其實沒有人有錢 你說他公司市值多少 那是on book 他沒有賣掉 什麼叫on book 在平價上面他市值多少 可是他手上也是沒有錢的 所以其實Elon Musk他當初在做Tesla這件事情 我們都是笑很白癡 Tesla的這個proposal在十年前 我在香港就看過 沒有人敢投 怎麼可能 他用筆記型用電腦拼拼拼拼拼這個底板 就可以搞出一件 搞一個電動跑車出來 你知道這樣跑車多重嗎 三噸 怎麼可能 一直到現在 你去看他的財報 Elon Musk的公司還沒有賺錢 可是一股 一兩百塊 對不對 idea很crazy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進 你會發現他越來越成形 最後我要跟各位來講 所謂的商業模式的經濟價值 大家去講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 可是大部分商業模式 一點價值都沒有 為什麼 我們在雜誌上 在書上面看到商業模式 是人家已經做成功的 不是你自己的 OK 你自己的商業模式 要怎麼證明他有價值 我今天做一個輪子出來 然後是方的 那我在考慮說 唉 奇怪 那都沒有創投願意來 都沒有願意創投來跟我談 我明明想出一個輪子 可是 殊不知你自己要多花一點努力 把方的輪子做成圓的 你才有經濟價值的出現 這一段我們在創投的特別的術語 叫做Bootstrapping 就是必須要自力救濟 Bootstrapping有很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 比如說你是一個實驗室的 Idea 已經證明了 Pilotline的成功 然後你現在在研究 怎麼從Pilot到Mass Production 在製造鏈上 我們認為說這個商業模式是有 而且你對接到很多的大廠 都願意接受你的這個東西 到你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 你是做網站 你公司其實不用花很多錢 可是哇塞 你的網站的那個流覽人數 每年每個月就是以倍數般成長 你雖然你都還沒有開始收廣告費 可是流覽人數 CTR值一直成長 你的商業模式有價值 美國有一個網站 我跟各位分享 它叫Betance 它怎麼做 它的網站是讓很多的設計師 把你的portfolio 放在上面讓人家評分 OK 這個網站一開始沒有收錢 它也沒有去募集 結果這個網站創了一個基礎 它單一放上去的proposal 在當日有75萬個流覽人數 所以它到最後它就不募集了 這整個proposal就是很棒的一個族群 台灣的一個例子 東京佐伊 東京佐伊 東京佐伊早期也沒有再賺錢 號稱神雕俠 因為婚姻有一點問題 現在又和好 東京佐伊在淡馬戚投他們的時候 他們根本就是最早就是從雅虎拍賣 我從五分譜 批一些衣服 我照照片照得很漂亮 而且我根據我的 我的taste 把這些衣服配得很好看 在雅虎上面賣得非常多 賣得很多之後 他就開始開了專賣店 然後開始p大量從越南 從中國 甚至從韓國 他就開實體店面 他直到最後希望被Latif 有點吃戰力被搶掉之後 他才出來說 我要做一個跟Latif一樣的品牌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的創業 其實不需要找創投的人 大部分是不需要找 你知道台灣那種私人公司 賺錢的很多 我老闆起家的公司 他從新中行 可能大家都沒聽過 他們一千萬 在早期的時候 一千萬資本額 他們代理了幾個杜邦的產品 而且是台灣獨家代理 成功打進所謂的半導體耗材 從來沒有募過資 這間公司現在還是使我半導體 晶圓代工 是我的耗材的獨家 EPS60幾塊每年 那為什麼要上市 所以我們回到創業來講 其實 這個PSP我們談過 我就不談 我接下來我跟各位談了一個 就是募資的意義 為什麼要募資 有沒有告訴我 分享 如果你正在創業 你覺得募資很重要 你告訴我為什麼要募資 請教這位帥哥 更多 更多 可是 如果你現在做的事情做得很好 慢慢成長 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如果你不是貌的夠強 你的N2PL夠高 為什麼要募資 募資你得到是什麼 你失去是什麼 信心 快速成長 其他的資源 其他的資源 其他人不需要通過募資 好朋友也可以啊 信心沒有 你自己本身都已經做很好 你為什麼需要募資 才得到信心 那什麼樣 OK 就是 轉化到下一個階段 也許你 然後下一個階段需要 這樣的執行做 擴張到下一個階段 然後你可能每個階段都會有 等一下 為什麼要擴張 就是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擴張 比如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老闆的公司 一千萬資本額 每年六十幾塊的EPS 我為什麼要擴張 還有呢 網告 網告 對 就是 讓大家知道 要大家知道你被誰吵 那你聲音會變成 其實最主要應該是推銷吧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回來想跟各位聊一個意思 其實是我一直內心中 因為我看過那麼多案子 其實 我內心中一直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最近幾年我去參加這個 大家都一直想跟創投募資 為什麼 有些人甚至錢非常的夠 可是你想想看喔 創投跟創投募資 你得到了信心 你得到了報告 你失去了股份 你失去 公司的控制權 而且 你公司 必須在未來 不斷的募資 為什麼公司必須在未來不斷的募資 大家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你只要開放了 讓一間創投進來 假設是一個很 standard的創投 你就不需要不斷的募資 包含上市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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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創投的概念 跟你們創刊公司的概念是 這角度是完全不一樣 創投是 要來賺錢 我今天投了你一百萬 我希望你下一輪募資的時候 我的這一百萬 能夠價值變成兩百萬 創投是這樣 大部分的創投都是專業經理人 幾乎很少 除非是senior partner 他才會拿自己的錢 投到創投裡面去 大部分的專業經理人 就是跟各位 會以後去上班 零死薪水 零月薪 薪水還不高 他能夠期待的 就是哪一天我投資公司 公開上市或併購 我只有在分那個 我投資進去那個份額賺的錢 的一部分 OK 所以創投在看你公司的角度 不太一樣 所以你在創辦公司的時候 你可能是一個理想 我希望把這個做到世界五百強 我希望能夠成為台灣的第一 創投 不在乎 創投甚至希望說 如果你能明年就賣掉 而且讓我賺賣費 最棒 我董事會一定投票不答應 那 我講這個例子是 就是 大致上大家的利益導向是不同的 但是不完全是 比如說你遇到一個比較好的投資者 比如像我 我就不太在乎 你要不要出場 因為我覺得 現在創投都面臨到 我以後再客後再跟各位聊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逼迫新創產業出場 是一件 不太好的事情 有時候賺股幣還比你出場賺得還多 說實在 因為 創投都 面臨到 每一個創投都有所謂的 Fund Life的問題 我今天這個基金 七年之後一定要解散 所以我要是在第三年投資你 我就期待你四年之後一定要 四年之內一定要出場 如果是在第五年投資你 你只有兩年的時間 我每天都開同事回去逼你 拜託你生意做好一點好不好 拜託你不趕快賣給誰誰誰 我幫你介紹好了 不安的話就會逼你 我投資你這個 我支持你這個 那你幫我把股權買回去 好了 很煩啊 創投有它天生的一個機制存在 它有Fund Life 有Fund Life狀況之下 它要求的導向跟公司經營發生 可能就不太一樣 沒有錯 創投可以帶給你信心 可以帶給你廣告 雖然我不太贊同廣告這種東西 很多創投的公司 他的東西還是賣不掉 就像我之前的那個 那個辦的公司 應該是攤你不對 所以各位想想 為什麼要募資 如果你今天對自己的產品信心很高 覺得你一定做得要成功 做得成功 而且你對你自己的 團隊組成 對你的最後的Best Month 最後的Best Month 都很OK的話 何必募資呢 為什麼要上市呢 上市有比較好嗎 來我問一下這位 你覺得上市有比較好嗎 沒有 為什麼 是 那上市好在哪裡 我先釐清一個問題 上市跟上市募資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謂的上市就是 你的公司的股份 經過專業的認證之後 可以在公開市場上面定價 而且販售 這叫上市 通常上市還會 販水的 某一部分的募資 比如說 我上市之後 我要增發 20%到30%的股權 恰特定人 或者是恰特人之類的 所以上市是一個手段 讓你的公司 變成一個公開透明的公司 而且有定價 可以由社會大眾來購買 你必須要經過這個過程 叫做上市 也就是說 這些創投 這些機構投資者 以後可以在公開市場上 把你的股票賣給 whatever 誰 你你你你你 都可以買 就賣給你們 我只要在市場上 炒作於新聞就好 比如說雞亞 OK 那 上市有什麼好處 請那個學生會 這個大哥 這個大哥 上市的話 我覺得上市的好處 還是蠻多的 那 那 如果說 需要資金的時候 可以在公開市場裡面 就是 募集資金 那 如果說 企業要成長 如果是大企業的話 他們 需要購買 多些 設備的時候 都只要轉型的時候 需要 這個資金的時候 可以在 資本市場裡面 透過這個資料方式 募集資金 那 當然 這個 募集資金的話 如果說 是 股票市場 很好的時候 其實大股東 也 也是獲利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的市值 一增加的時候 他等於說 整個他的總資產 就會相對 變得很多 所以對大股東來講 其實大股東 他還是蠻喜歡上市 像是 有一個好處 公司招人才 很好招 你只要說 我是上市公司 招什麼樣的人才 幾乎的 你來 會來 你能選擇的很多 是人家來找你 而不是你去找人家 再來 就像剛剛這位大哥說的 在刺激市場 你在跟銀行融資 連帶 等等其他的時候 因為你有公開的財務資料 是經過任何的公開財務資料 你的審核的過程 會很方便 會很快 上市帶來的是民生 公開的透明度 跟企業的信任度 壞處是什麼 就一個創辦人來講 上市的壞處是什麼 來 這個大哥 都找大哥 代先生 代先生 意識下長 代先生 意識下長 王平啊 上市的壞處其實是這樣的 你 董事會決定一切 不是你說而算的 OK 你今天上市了 如果你是董事長 你是董事會選出來的董事長 不是我創辦企業 我是董事長 這最大的不同 你的老闆 是股東 可能是某一個 你每年開股東會的時候 每天都來扎你派的 或者是 每年來送你花的 他們都是你的老闆 那你今天公司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必須要揭露 影響了股價 股價一跌 你就會被董事股東們質疑 像 最近的雅虎 Marissa Mayer 在上台之後 股價雖然翻了一倍 可是本業的業績根本沒有成長 那雅虎最大的股東是Hedge Fund 是避險基金 那他就很痛苦 避險基金需要的那個 Return的時間是更短 我可能需要說 我今天偷你這個公司的股票 投資一年 我20%的回收就好 如果你的股價沒有20%的 20%的那個performance 不好意思 我可能在董事表決 我就把它換掉 Steve Jobs 就面臨過這樣的事情 這就是上市的劣勢 那回過頭來 你今天創辦的企業 你想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企業 這是最終你要問你自己的問題 我想變成郭台銘 我承受到所有一切的壓力 我覺得說 我當好幾百萬人的股東 支持下面的企業 我覺得是一個成就感 那請你加油 趕快把你的bus model 趕快把你的企業 做到好的地步 找一個好的Venture Capital 一起跟你來拚這一段 但是你覺得說 OK 我只要做出一個成就感 一個名聲 我只要證明我的產品是對的 等於上市不重要 那你就不一定要找創投了 所以分別在這裡 很多人會confuse 啊 我像常常鄭華姐會跟我講說 很多學員會confuse 啊 創投 都會來把我吃掉 啊 其實創投沒那麼厲害 一個投資經理的 大概可能 三四間就夠他忙的 但是投資經理一定會來 盯你的performance 你的銷售的performance 你公司成長的performance 以及 你怎麼不趕快再募下一門的performance 創投基本上不會把你吃掉 會吃掉你的大部分是像變購基金 像私募基金 像我以前 幹的一些狗幣到照的事情 才會把你吃掉 OK 所以基本上 創投是 認為你的風險是值得去take 所以他願意 用現金的方式 取得你部分的股權 那對於創辦來講說 我把一部分的風險 讓創投去分擔 取得加速成長的機會 OK 所以在這個階段 找適合的創投就很重要 我常常講說 其實市場上最便宜就是錢 你只要idea夠好 你的人夠好 你不愁找不到錢 但是一個好的創投 能夠 除了帶給你錢之外 他可以帶給你很多很多的value 無論是人賣 那幫你做business development 幫你設計整個公司的出廠極致 你會發現有一個 創投就跟有一個很好的戰友一樣 當你公司在最危急的時候 他願意伸出援手 雖然這種創投很少 OK 那 那 募資是 這樣的一個程序 那所以說 你在什麼時候要募資 如果你決定是走 我要公開發行了 我要 將來做大 希望被人家併購了 就找一個好的創投一起來做 那什麼時候找 就關乎到 你的公司價值有多少 就回到錢人這一頁 你的business model 有多少價值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個方形的輪胎 創投可能覺得說 你這個 只值100塊 那我出200塊 我佔你66%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做成是圓形的輪胎 200塊可能只佔3% 差別在這裡 所以其實回過頭來 我會鼓勵所有的 想要創業 你的boolstrapping 跟你的自力救濟 跟你的所有的business model 全部都要融為觀眾 覺得這事情可行 而且做出一定的成績之後 再去找創投 因為你碰到創投就是很hardcore 我一定會看你的financial 我會看你的projection 我會看你的capital structure 我會看你的forecast 然後我會去算你公司值多少錢 算算的方式可能是你不認為 你認為的價值 可是我算的方式絕對是非常客觀的價值 那我想說募資種類接下來我會講更多 那我想說早期呢 如果說你真的能力不是很夠 自己的錢有限 你能夠做的一些 募資的方式 其實除了找創投之外 找親朋好友 或者是自己用信貸的方式 雖然我很不贊成用信貸的方式 我希望你有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信心 你再去用信貸的方式 那用debt financing來做創業 其實算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debt financing 銀行根本不想懂你的事業是什麼 他是想知道你未來有沒有錢可以還我 然後因為我抵押可以還我本金 你未來也能賺現金還我的利息 只有這樣子 所以我比較不鼓勵大家用 debt的方式 去借錢的方式來創業 除非你自己對自己信心非常夠 我覺得我的動機一定在兩毛之內可以 可以搞定而且可以大賣 但financing的方式通常是你用一個 continuous的cash flow 你已經確定公司或某一個產品 已經可以持續賺錢了 我必須在就線的東西擴大 我可以預期到我未來賺錢的 幅度更大之後 用一個方式 早期呢 還是用equity financing比較好 你可以找親朋好友 可以找天使 可以找有錢的大佬們支持你 OK 有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留比較多時間來問問題 我們可以天能地北討論 大家可以問我一些經驗 都可以 那我覺得 其實今天是比較 表面的帶過一些事情 跟大家介紹一些 一些 皮毛 我是希望說大家以後 如果真的有興趣來 報名fity的話 我想說 fity的團隊會給各位更多的training 那其實我們過去 參加上一屆的 其實我們覺得上一屆的團隊都蠻不錯 而且 經過training之後 他們越來越成熟 然後 也不瞞您說 除了幾個團隊已經 拿到獎金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創投包含我自己 我們都私底下 接觸了一兩個團隊 都覺得非常有興趣 想要持續的投資 那我想說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有很多人來這邊 是很想要 了解說 怎麼樣來寫一份 好的 這個的話,剛剛柯特已經提到很多,那所以如果這邊有個別的問題,歡迎大家可以明確提出來 這點其實我剛剛忘了講話,來你先 我剛才在演講中,你有提到說,就是有些產業是你覺得發展的那個 business 方向還有一些 business 方向是比較好的 可不可以再介紹一些 就是哪些產業啊,開發什麼樣的產品啊,是比較有前進的 我介紹一個,我明年要退出那個產品,其實我再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公司其實是一個,算是私人的投資機構,然後老闆們就喜歡投一些狗屁到招的事情 投了很多生意的東西,也投了一些新材料 然後我們還沒投IoT,還沒投Internet 基本上我們覺得台灣的Internet跟IoT,事實上還有段路要走 這是我們個人的comment 那我講一個過去我們投了一個生意的東西,它是西路式胰島素 有沒有人有糖尿病 有糖尿病的朋友 大家知道這個糖尿病要幹嘛嗎? 要打針 明天早上一針 下午一針 那 你身體對於胰島 打針進入身體裡面的胰島素吸收率到97%以上 OK 那很多的糖尿病人一直到後期 就是醫生才 在醫生不斷去的時候才接受到打針這件事 你打針是一個很痛苦 比如說出去有一個時候,他們就帶一個針盒 我跟朋友吃飯吃到那裡,不好意思 我去打一下針 就像西路犯一樣 可是事實上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通常一般的計量,早上要打一針,下來要打一針 所以你看一般的,如果是天生的遺酸性糖尿病患者 身上都會帶兩個枕頭 OK 是一個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他的習慣就沒差 後來呢 在八年前,曾經有一間公司做了一個 把胰島素冷凍 然後用所謂的廢棄,就是氣壯式吸入的網子 沒有,我們記得要吸冷 吸入的 但是呢 因為 冷凍之後噴出來是particle 吸入到肺葉裡面 其實事實上 肺部對於微小粒子是非常sensitive 而且肺癌跟肺炎 通常都是因為微粒的particle 會產生病變 後來那個東西就下架了 那個創辦人創了這個東西之後 也很幸運,FDA過了三期 上市被Pfizer買走 Pfizer努力推這個東西 後來被醫生快選 會有肺部病院的危機 就整個都下架 整個過程的歷程的話 大概差不多126個命令的左右 那證實是一個失敗的產品 然後在三年前 有一間公司叫Mankind 他出了一款產品 同樣的是particle 但是他宣稱他的機構設計更先進 吸收率更好 吸收率宣稱可以到70%以上 過了FDA第二期 後來我們看到這個團隊 非常有意思 他是用台灣半導體的技術 半導體有一個東西叫振動片 他用振動片去用微機電的方式 去鑽細的孔 把你胰島素再經過振動片的方式 把你胰島素的水滴變成奈米水珠 直接從孔腔黏膜吸收 結果證實他吸收率到97%以上 但是他的胰島素要特別調製 對我們來講說 這是一個Monopoly 他的機構設計 他的胰島素積量的設計 以及他的這個機器很神奇 大概一邊滑鼠 滑鼠這麼大 他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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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醫生開Prescription之後 你就看進去 每天是這樣子 就OK了 你不用打針了 而且還有大數據傳到雲端去 接下來 他第二代的產品 要跟血糖 血糖器結合 血糖器結合之後 我可以非常準確的去Monitor你的血糖指數 提醒你 在雲端提醒你 他中間有藍牙 他跟你的手機連結 雲端中提醒你 你什麼時候該吃一道素的 他從一個這麼大的階形 第二代變成像筆一樣 這是一個很棒的意思 可是你知道他在台灣做Road Show的時候 一堆醫生都認為說 他還是走傳統的路子 會對肺部症療癌 可是他忽略到 其實他從口調面膜吸收 這個案子 通常在生醫的案子是這樣 我通常在FDA第一期就有人買 FDA第二期也會有人買 那大藥廠像Pheiser GSK 他們直接說 我把你買掉我直接做FDA第三期 因為我的客戶群那麼多 他都不賣藥廠 他FDA第三期自己做 然後在納斯達克上市 那我們覺得這個充滿非常有gut 所以我們就聯合我的校友 一起偷了九個命令美金進去 明年在納斯達克上市 這是我們認為是一個monopoly的案子 生醫的案子都很特別 他的技術含量特別高 然後如果是看一些 其他的像Service 就關聯到你的產業鏈怎麼去連結 那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什麼是 什麼是那個 支付寶 支付寶是 阿里巴巴那個 那個 什麼叫什麼 淘寶 下面出來的系統 可是你知道其實現在大陸最流行的 並不是 應該說 用戶量最多不是支付寶 是微信支付 那什麼是微信支付 有沒有人有用微信的 那這是一個生態圈的一個做法 微信早就已經是大陸市佔率非常高的一個APP 微信支付 只要我在我的微信城市裡面加一個支付的功能 就一下子把市佔率全部都拿走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的一些Business Model 其實我需要的一些 我覺得說我們喜歡看一些 要嘛你是Monocopy 像你在技術上面 在你的認證上面 是你一般人其他人沒辦法做得到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胰島素振動技術 你每秒振動幾次 跟你Nano particle怎麼樣 你要讓它維持一個很均勻的particle distribution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技術 你一般人還做得到 這有專利 再加上對應的藥廠投資那間公司 在台湯特殊的胰島素 還不能用一般的胰島素 季型還不一樣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Monopoly 你知道全中國跟印度的糖尿病患者有多少 而且現在糖尿病患者幾乎都是說 我到二期實在是受不了才達針 但是也有這個可能 一開始醫生確認你是糖尿病 就可以開始現吃了 所以我們認為患者的人數會 會比以前 如果說我們真能夠把針頭全部取代掉 患者使用者的人數會 大概是未來三倍以上 然後不同的機型又有不同的pattern 這個是Monopoly 接下來就是看產業的生態訓練建議 如果說你今天有個技術 能夠建議一個完整的ecosystem 怎麼樣繞回來還是要用你的東西 怎麼樣繞回來還是要用你的東西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設備 大致上是這樣 我剛剛稍微解釋一下所謂好的proposal 我發現台灣很多計畫其實跟idea都蠻好的 可是大部分創辦人都缺乏 怎麼樣把人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很重要的一點 這一點做得非常不好 甚至在proposal 甚至在做present的時候 這一點做得非常不好 但是大家不要誤會喔 不是你present做得超好 就會有買單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你的fundamental 你的idea 你的團隊 你的timing 你的business model 因為你present做得再多好再多線都沒有用 只有你的所有之前的講的那些條件 都做到好 有效的present鏈才能賣比有效的人 OK 那很多團隊就是 他其實技術很完整 他可能館品什麼都可以 可能我的團隊都見過得非常好 可是最後在demo的時候 講得一一落 那甚至在pity的時候 就有人發言說 我明明產品很好 那為什麼都不選我 那我只能說你的溝通能力不太好 那這也是CEO必須要具備的 你必須要很好的溝通能力 你未來要跟你的投資人溝通 甚至你將來上市的時候 你要跟那種每天會丟你雞蛋 或讀你錄的那種溝通 或每天不是像郭台語每次都有人送他話 你也要跟他溝通 OK 那很多人就說 我知道請個IR就好 可是IR 大家都不會記得IR人長什麼樣子 大家都知道董事長長什麼樣子 所以其實 到最後我覺得說 就練武功而言 你的好的presentation 你的好的慕斯presentation 只是你的行而已 你的內力還是要練好一點 你的內力練得好 你的打招式才是每招都是全全倒入 如果你不練內力 練得不好 你只會招式 你砍下去 連一下就被擋開來了 招式再好也沒有用 很多人都會掉到一個陷阱 就是說我本人做得很炫很漂亮 我就有機會得到創作的情感 其實這是錯的 我每個禮拜看N篇presentation 我都覺得我本人做得很好 你怎麼可能做比我還好 對 請問一下 剛才那五大因素 你覺得timing是最重要 那timing有沒有辦法去 預 你不要說我看錯了 預測 有 有 你的產業 你的市場分析是我做得很透徹 你就會去幫他預測 剛好我手上有一個重整的案子 最近做得好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經驗 這個產業是做一個材料 這個材料以前是 航太工業用 所以最大的用戶是 GE NASA 波音 Rose Rice 那些做引擎 turbine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引擎的coating 那大概2002年的時候 有一個台灣的創辦人 覺得這東西實在太棒 台灣都沒有 所以他在美國 California Tech Caltech 找了幾個教授 把這個技術 研發的技術 跟製程的技術 研究出來 證明我這些做材 絕對比美國人便宜的時候 他說 好 靠我要到台灣來搞 這一定馬上能上升上規 結果2002年的時候 他要到台灣來搞 那他到處去pitch 什麼漢翔 長榮 華航 都沒用 沒有人願意買單 中鋼也沒有人願意買單 為什麼 這個產業不是你玩的產業 你如果想要成為NASA的vendor 你第一個 人家來看你 看你的公司資本有多少 你的銀行的cap records有多少 你的credit好不好 你才能得到一個vendor code 得到vendor code之後 你還要去每次的採購 你要去競標 這個材料沒有錯 你做得出來 可是你會發現市場不是你的 那我們為什麼投他呢 因為timing到了 什麼timing 2005年之後 居然日本人拿這個材料 來做在生衣跟化妝品上面 而且用的超多 而且生衣跟化妝品上的價格比 用在航太上面的價格來好三倍 所以在原本的這個很mature的這個curve上面 突然跑出一個新的application的curve 而且你知道用在生衣跟mime這個材料 你分子的完整度要非常高 你如果用在航太 我基本上我只要潤滑 導熱就ok了 你甚至顏色我都不用管 可是到生衣的話 我還要管你的吸出度 管你分子完整度 我管你會不會有吸出 會導致人體有害 沒想到他這個製產是專門做這個人 timing到了我就投他 用非常低的價格投 因為他已經快不行 那timing能不能掌控 我覺得很難 但是你必須要了解產業的走勢 通常你在做技術的人 都不知道外面人在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 你在做技術開發的人 你在做一個設備的時候 你不知道外面怎麼走 像這位大哥剛剛想跟你聊 旅行業其實很競爭 可是你知道熊獅旅遊要上市 有沒有知道熊獅旅遊怎麼賺錢 熊獅賺很多錢 你有沒有告訴我 知道熊獅旅遊在賺什麼錢 可能走向高官的客戶 錯 來 再講 熊獅旅遊也是一樣 你是網站去點 你自由行財集也可以買 就有無路人打電話給你 他跟easy travel什麼都一樣 他還有店面 而且他店面都在很高檔的地方 如果中角已經是個批發商 沒錯 熊獅旅遊其實是一個批發商 他的店面都是marketing而已 他怎麼批發 我一次把所有的大飯店 重要大飯店 我所有的 我都用preorder的方式 勾 我跟大飯店講說 你今年12月Christmas的床位 我要40% 你給我一個折扣 我所有東西買下來之後 機票我買下來之後 我兜成一包一包的產品 那你給這些旅行社 有這些旅行社 再轉賣出去 所以如果大家去熊獅旅遊上面訂 自由行可能會比較貴 因為他把你認為是直接客戶 但是如果你透過旅行社說 我要買熊獅旅遊的這個packet 你去幫我扣好吧 可能會平一點點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但是 尤其我的瞭解 對整個那個 那個奧棒來講 如果你的奧棒是 帶你台灣人到國外去買 就叫奧棒 對 奧棒來講呢 台灣的領設 產業家裡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整個上面能控制 因為 唯一能夠控制上面 只有幾票 因為 從旅遊的角度 是台灣人 從台灣出發 被買到的資料 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是一個建造物 所以意思是說 整個你的access 達不到 就是台灣這三天 就在裡面 他只能 騎票靠 所謂的 全球的GTS Vegas 和 所謂的 Tragotope 那 最重要的是 整個資源 我看他號稱了五年 花下美衣 花下蘇格 創造了他APP 我看他的APP 就是賣東西而已 賣東西 他可以控制 所謂的商品 所以我等於是 有這方面非常大的 實施 比如說 既如自行的是 因為台灣人 台灣人的技術 落後中國 很大 這是最第三 整個台灣的技術 我看起來是 因為我剛才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三天要領舍只有15家有AP 代表什麼意思是說 他整個忙著賺錢 他沒有把技術整個深入在領舍 因為領舍像很多領舍 沒有 沒有很好的ID 但過去用browser-based來 還有所謂的Service大箱 好 那現在他們的技術 就是說沒有用API的觀念 就是托人的觀念 去造新的基地 我其實 非常同意大哥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旅遊產業 它是一個 一個 應該說BR是一個狀況 就是基本上 我在國外的大部分的朋友 幾乎都是用Xpedia 而且Xpedia的那個APP 非常好用 大家有機會可以download 下來看看 它的user experience 非常非常棒 那Xpedia是 每年投入在這邊 會投入很多 那國外的大旅行社 幾乎都不存在 只有台灣還有大旅行社存在 這是我比較 其實 納悶的地方 那或許 這是你的opportunity 或許這是你的opportunity 所以其實 timing很重要 你現在抓到這個timing 你什麼時候 什麼樣的氣息 要把這些大旅行社 跟所謂的大盤中環 全部都幹掉 那你就好好去研究一下 這個產業的 跟其他產業的透明度 到底是差在哪裡 所以其實我跟各位講說 其實你在創辦一個產業 所以你想要做一個產業 想要做一個產業 想要升級的時候 你的產業研究非常重要 你不能只埋頭在你的技術 比如說 你就一直埋頭在你的 那個 TiPhone的建立 可是你不知道外面你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產業現在走到哪一段 結果發現其實 台灣的旅遊產業 熊市林市 快到上市 熊市林市其實賺很多 那其實還是 逃不出傳統的馬桶 它是一個傳統大盤的概念 那跟國外其實差很多 OK 還問什麼問題 我覺得很多的個案 讓我們可以 私底下再 一起來探討 可以請問一下 在團隊的挑選好一點的話 那在挑選團隊的好一點的話 是有 紅線 那個 那個 東西 不要瞭解嗎 因為有時候 因為有興趣 或 因素 不知道 人 或是朋友 可是哪邊 某些的潛在因素 裡面 可能會來組織之後 會有 對我們 某些 因素的 那些傷害之類的 團隊的 挑選的部分 而已的話 總之上 不要找他意思 其實團隊 內部之間的一些 argument 跟一些 問題其實一直都會有 所以 我只能 期待各位CEO 你有更寬闊的心秀 更好 更圓滑的手段 跟人脈 來找到好的團隊 其實CEO要做的角色 非常非常多 我通常最喜歡 突擊 某一間 我想要投的公司 然後去參加他們的會議 去看看他們會怎麼開 然後 我會去 問問看說 CEO 你知道今年的 CAPEX的 數值多少 公司一個月少多少錢 我接下來 在個別去問問看 才我想看數字 多不多起來 通常CEO的數字跟 才我想數字都不一樣 對 Anyway 我覺得 團隊間的那個 默契還是要靠 您自己去努力 那至於說 呃 衝突 還有 矛盾 一定都會有 那只能靠你 有沒有用圓滑的手段 跟寬過的信用 去接納這一切 這也是CEO自己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修煉 我最後能提一下 因為 大陸是屬於 舊型經濟 之前 大陸是屬舊型經濟 現在是 十二五 未來是十三五 可是我想想 就是說 在六年之後 大陸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 大陸是進口關係 大陸的有些是 因為台灣是比較 小的確訊 大陸是屬於 但是我 想法是說 在你這未來 挑戰老爺的話 六年後的大陸 這我們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六年後啊 應該說現在 其實 大家沒有想像說 大陸以後就是一個 最大的消費市場 那 我比較 沒那麼 民族主義 說實在 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台灣的人 應該更 每天在新聞看到說 紫光那子民要併哪一家 我看的都煩了 那為什麼不台灣人 去併紫光 每天 一直說 我們要房子 誰誰誰來偷我們技術 誰誰來偷 我們為什麼不去偷他們 跟技術 那其實 將來如果就市場上來看 我覺得 台灣 應該是 走的比較像日本模式 就是從品牌經營 到技術的 技術的 這個 兩端 然後其實 代工製造 現在中國大陸也不能做代工製造 中國大陸的代工製造成的實在太貴 你幾乎現在 跑到東南亞區 大陸就是 全世界 將來會變成最大的消費市場 而且我們在很好的先機 我們講的是通融 雖然寫的字 比較少了一點 但是 溝通上面還是 絕對是比歐美人是還好 所以說大家在創業的時候 其實 我一直鼓勵跟各位講說 不要做我們台灣小確幸的創業 因為台灣 無論你是做APP 做賣東西做什麼也好 你怎麼看台灣就是兩千三百萬人口 好 再加你兩百萬 三千五百萬好了 你知道北京多少人嗎 北京市就兩千三百萬人 河南一省就一一二人 大陸全部14億 而且你知道 Apple的手機賣到大陸 賣到七千多萬 就要開同樂會 所以大陸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市場 它人非常非常多 而且大部分的 還是未開花 所以大陸產業的眾生之生 它居然開發出很多很莫名其妙的產業 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 台灣呢 除了半導體 面板 手機 還能做什麼 好像就不能做 其他事情都不能做 因為台灣的市場太潛跌了 所以我希望 都鼓勵各位 你在做 創業的時候 一定要是面關全世界的市場 甚至東南亞 東協7加1 現在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將來 在東南亞代工的東西 送到中國大陸都免關稅 這非常可怕 而且將來有高處體弱 OK 我會請問最後一個問題嗎 可以大家提到北京的話 你對中關村的生態的看法 什麼樣的看法 中關村 中關村人很優秀 而且資金很多 那 台灣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單位 可以比你中關村 我只能這樣講 那其實 但是 我覺得台灣還是有一個優勢 就是在製造的技術 在一些研發的技術 事實上 以及人的integrity 還有做事的ethics上面 事實上還是比中國大陸好很多 而且是非常非常多 無論說海歸派回來 或者是 大家如果跟中國大陸打過交道 他們就是嘴巴說的套 做呢 做三分之一 然後 執行上面也不是很實在 然後 那我覺得 事實上 台灣人還是有一段的優勢可以去掌握 那 那 現在這個階段 聽說很多 中國大陸的 新興的產業 半導體跟 IC設計全部都在挖台灣的人才 那 還是一樣 我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 有這個理想跟報復 在台灣創作一個企業 然後 去賺大陸人的錢 都沒有關係 不要認為是投共 我就賺他們的錢 然後 然後 交換自己 創作的企業 主要還有時間嗎 應該還有 還有 還有 欸 我前幾天有在那個 那個 就金華街 那142號 那邊 那個 雷虎董事長 就是 搖胖胃機的那個 他現在又 轉 做其他很多 東西 那其實 我 我不是要來賺錢的 但是 我是在研究變化 就是事物變來變去 那我最近發現 一個就是叫做 我把它稱之為 隱藏性真空 就是說 市場的空缺 我剛剛一直在問 Timing的問題 Timing Timing能不能 計算得出來 Timing到底能不能 計算得出來 我是覺得 應該 可以去 把它 很多大數據 算 大數據收集起來 然後可以算得出來 我就以雷虎的 這個 技術 那個 雷虎他 他 對於機械的轉速 他研究了 很深 他 很深 他現在我們雅科 雅科的 那個 磚牙齒的 那個 那個 那隻馬卡 他可以 RPM可以砸40萬次 所以說 現在他的雅科的 那個 磚的那個 那個 那一隻 他的聲音一直在往上跳 然後他 他 現在農業部 農業好像也 警察就是說 他作為遙控危機 他說 那個 人家在採茶 那 你有機農 有機農場的那個採茶 那你採茶 都有那個 有那個 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引擎炭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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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有機的 變成有機的 然後他現在是用那個 他們的那個 那個 數位 數位 馬達 來變成採茶 那這樣的話 也是 他認為也是一個 一個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說 產業 這方面的基礎 他分到平行 他沒有辦法接觸 但是有一些 指向來讓分的 不是說那個 那個 那個基礎 他價值的論 可以提供 好 那這個主題 有沒有 可能 有商機 這最後一些 這個有關 Single Project 有商機 我覺得我們私底下 在找時間長 那有關 這個能不能去計算 我覺得 沒有人 沒有人能準確的計算 也沒有人能準確的 預測說 到底下一波的產業 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說 套一句老話來講說 你準備得越充足 當time you're like 你越能找我 我覺得 只能用這個老話來跟各位 跟互相 你願 你不是 不是學算命的 而且 大數據再怎麼樣 你也只能算出一個趨勢而已 那 我只能跟各位講說 當你準備得越充足 當time you're like 你越來 你越的sense 到time you're like 而且你越多找你機會 好不好 那我覺得說 今天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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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